就是剛剛講的這個邏輯 所以這個顏色你們大概注意一下 這個顏色就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控制 這個藍色的就是數字 就是做比較的 那這個橘色的話就是變數 這個裡面放的東西就是一個數字 如果是這個紫色的話是文字 這個標籤部分其實就是深綠色 然後 其他反正你就照著這個方式 把它做出來 就OK了 至於說裡面很多程式都重複了 所以你會發現我都要按右鍵 讓它重複出現 你再修改一下就好了 這樣的話我覺得 寫這個程式的速度會快很多 而且比較有效率 當然你不要傻傻的每次都重拉 重拉的話浪費時間 最後的話我們希望再加上圖 所以底下我希望把圖給放上去 所以第一個的話請各位自己再到 那個雲端上面去下載這六張圖 或者是說你去找別的圖也可以 我是覺得我下載這 因為我是只是為了要 一個範例 所以這個圖我就是直接網路上找到那個 BMI的圖 我是把它結 因為它本來好像有六張 不是六張 本來是一張 我只是把它結開來而已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好像感覺 這個旁邊是有個人 我把它結開 一個一個分開來 但我實在沒有找到很棒的 這個圖 所以你們 可以自己再把它做個變化 甚至如果你六張圖 你用六個動物來代表也可以 六個動物要把它代表 其實好像不太容易 不過你們自己在發揮自己的創意吧 把這個App做得更生動活潑一些些 所以六張圖 我就把它下載之後 把它上傳 所以我這邊已經上傳了 我就不重傳了 因為這個 跟之前做過是一樣的 然後這邊的話有一個圖像1 那我就在這個圖像1裡面要顯示 那圖像1裡面怎麼顯示 其實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41頁這邊就有了 主要就是說 在這邊加上一個設定 圖像1裡面的圖片 是哪一張圖 這樣就OK了 其實這個好像更簡單 而且之前好像做過 所以 我如果希望把那個圖放進來的話 那理論上就是01到06 所以第一個我要設定 這個的話是過輕 那就01 所以我要怎麼樣設定那個圖呢 剛才第一個 設定圖是從圖像1 然後讓它改變的話 那就是設定 設定它的什麼 這邊有設定很多啦 所以你記得 你就看這個形狀 上面是凹進去的 下面是凸出來的 這個就設定 前面有個設定嘛 設定的話就是改變的意思 改變它裡面的什麼啦 改變它裡面的圖像 這個是取得 我們不是要抓 我們要設定它的圖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設定它的圖 應該是哪一個啊 設定它的圖 這個是 在這裡 有沒有 這個是取得 這個是設定 而且它滿貼心的 後面已經幫你加01了 所以你把它拖拉過來 放在哪裡呢 放在第一個邏輯下方 就是 小於18.5 就是第一張圖 OK 而且它還滿貼心 它已經預設 就是第一張圖 其他的話呢 第二張圖怎麼辦 一樣按右鍵 複製 然後把它放到下面這邊來 並且把它改成第二張圖 也就是說這個是正常 是第二張圖 那第三張圖怎麼做 按右鍵一樣複製 再把它拖拉到下面 這個就是第三張圖 一直可以推啦 所以其實都還 蠻直覺的 直接把它放在這邊 當它這個標準 先 變更它的文字 再變更它的圖 OK 這個一樣按右鍵 複製一下 記得一定要放進去 如果假設你放不進去 那表示你那個程式邏輯是錯誤的 它絕對 都是可以對應得到的 OK 複製一下 把它放進來 這邊改成6 所以 其實我就放 1 2 到6 OK 然後把它最後 再打包一下 我們最後確認一下 就是 當我 BMI 介於哪個之間 除了變更它的 文字之外 也 變更它的 六張圖 也就是從過輕 到那個 最後的應該是 重度肥胖 有沒有 這六個標準 那一樣把這個 把它run一下 然後並且讓它在那個 這個月神模擬器把它跑一下 不過因為可能因為 六張圖 它只要有圖的話 好像會跑得稍微比較久一點點 OK 然後它會幫我產生那個我需要的 圖檔 好 好 那 最後就把它download一下 那麼來最後試一下 這個 跑一下 OK 這邊有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夜神模擬器也抓到了 把它打開看一下 那一樣的 我就輸入身高 輸入 體重50公斤 計算一下 過 過輕有沒有 馬上抓到這張圖 有點瘦 然後呢 這邊的話改成60 60應該就是標準 有沒有正常範圍 那再改80 80就是應該是 有沒有過重了 其他的話當然 再100好了 100應該就是 中度肥胖 150 重度肥胖 有啦OK 剩下就是 把那個圖的部分 你們看 改改改看吧 網路上自己再找一下 或者是說 你也可以用那個AI產生圖 其實我蠻希望說 期末報告部分 你們盡可能的再多加上一些AI的一些使用 如果你假設你有用AI去產生圖 或者是產生那個程式 或者產生靈感的話 那請你在那個你的 報告裡面 跟我說一下 因為我看到AI的部分 如果你有應用 這個部分我會加分的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盡可能 有些地方 好像有些同學 蠻聰明的 就是 有些地方不會 他也可以藉由那個 Charge VT 幫忙產生 需要的 程式 然後他把它加到他的 這個 作業跟報告裡面 真的就 增加還蠻多的 這個 感覺真的 蠻厲害的 本來他不會的 他其實對於 某些程式 也是一竅不通 但是他 懂得應用AI 他就可以減少 什麼 他可能 本來不會的 突然 就是 可以 讓他 也可以寫出 不見得是專業級 但至少可以 是個 還蠻不錯的一個結果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將來 其中報告部分的話 可以先思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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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